所以今天的重點基本上就是 怎麼樣利用那個htmlfile物件 抓那個tag、標籤跟類別還有id 其實如果你可以抓到 理論上網頁上的大部分東西都可以抓得到 我覺得應該已經很好用了 百分之應該95以上的網頁 除非說他有些網站就是反爬蟲 就是他明明知道你是爬蟲 所以就把你擋掉 那如果他把你擋掉 可能就要用別的方法了 因為你變成說他會限制說 他會去判斷說你是不是用瀏覽器來抓 如果是瀏覽器是人在操作 他就給你資料 如果你不是瀏覽器 而是像什麼xmlhttp 他抓原來他就不給你 他還有很多方式 他可以知道說你是不是一個瀏覽器 所以如果假設他 你假設他遇到這種狀況 奇怪怎麼抓都抓不到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可能要改成用IE物件 那這個IE物件的話 實際上就是第六個單元 因為其實我們後面還有蠻多單元 但沒有那麼多時間講完 所以後面的部分 我有把原始碼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們在自己弄 原理原則差不多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用IE物件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我跟各位講 IE物件跟那個HTML File物件其實蠻像的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的話 就是IE物件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 這個你們可以第六個單元的 應該在比較中間的位置 其實大家講一下 你們大家知道 今天你如果這個問題 學會的話 後面應該都差不多 其實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 那個IE物件的部分 它基本上的話是看得到 所以在這邊的第十 應該十一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用那個 IE的部分 那差別只是說 它CREATE OBJECT的話 是用這個 internet is broad application 那它目前我看起來 因為像我的電腦裡面 也已經有一個Edge 然後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可是問題是Edge瀏覽器 它底層也是IE 看起來目前好像也沒砍掉 但可能我要再看一下 最新的Windows 11 會不會也OK 目前看起來好像在 就是 現有的Windows版本 好像都OK 可是未來 如果 IE被移掉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改成 另外一個名稱吧 比如說 Microsoft Edge Application等等 本來物件名稱改一下 那一樣的話可以 就是 去控制瀏覽器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會發現 後面的這個名稱 其實跟那個html file還蠻像 差別在哪裡 其實只是改這個啦 前面叫IE.document 其實你要把HTML 改成IE.document 其實就一樣的嘛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概念都一模一樣 而且 裡面的屬性 Innertest 也一模一樣 所以呢 大部分兩邊其實是相通的啦 OK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什麼 Bitechname Bitechname 這個應該各位 至少都可以理解啦 差別只是說 一個是用IE物件 去爬那個網頁的標籤 那一個是用HTML 那至於兩個的差異點 第一個 如果你有反爬充 我還建議你用IE 因為IE 反正就是瀏覽器嘛 它怎麼擋 反正瀏覽器可以上 你資料一定會過來 所以如果你遇到是 反爬充 那你用IE 但是用IE物件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缺點 就是因為它的Loading很重 它一定要開瀏覽器 載到你的Memory 所以呢 整個記憶體也會用的比較多 另外的話跑的速度 大部分都比較慢 那當然可想而知啦 因為你瀏覽器要載 然後要用的Loading 其實相對重 所以如果你要速度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用HTML 這個File 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你假設會有反爬充 或者是說可能會有一些 你用HTML 沒辦法做到的 那當然你可以用IE物件 稍微改一下 其實或許 也還是可以 至少有好幾種選擇啦 不過相較於那個 前面我們用的比較多 像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我是覺得它好處是簡單 但它缺點就是說 它不靈活啦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 針對某一些網路的資料 做爬取的動作 恐怕還是要 懂得靈活去變化啦 甚至如果未來 你可以再了解一下Python 我覺得也無妨 兩邊其實可以參照一下 看哪邊比較合適 你可以選擇哪一個方 哪一個工具 甚至你可以多一個選擇啦 OK 所以剛剛我們主要的練習 主要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 把TQC官網上面的這個 類別名稱 還有它的中文英文名稱 把它爬下來 當然衍生性的就是說 裡面啊 比如說你還可以想要抓什麼 就抓什麼 像About 你也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你這個按右鍵 其實檢查一下 你就知道它這個東西 主要是找特徵啦 當然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有什麼特徵 是別人沒有的 當然P你會放一堆啦 P就段落嘛 一定很多 所以你可以往上找 DIV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KAS的名稱 這個名稱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KAS等於 這一串 你可以把它Ctrl-C 然後再Ctrl-F 尋找一下 然後把它找一下 如果它的數量等於1的話 或者是說 它這好像找不到 那你把前面這個 KAS等於這個 可以把它拿掉看看 如果等於1 或等於2的話 那表示還有機會 因為如果兩個 你就抓看哪一個 它剛剛有兩個 所以呢 第一個在這裡 第二個在這裡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 你可以先抓什麼 抓這個0的嘛 就可以把這個裡面的 資料給 爬回來就ok了 所以其實可以用 兩個階段 所以將來喔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那 如果啦 我們剛剛這ok之後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About 能不能抓下來 如果可以抓 那恭喜你應該ok了 第二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練習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改喔 這底下有Link Link 裡面有很多Link 那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因為 假如老闆想要找這些 所有的超連結 他希望說 這個Link的名稱 可以把它放A欄 然後裡面的超連結 那你以前的做法 按右鍵 可以複製裡面 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 複製連結網址 那變成如果你假設要人工的話 就名稱放A欄 超連結放B欄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那個連結很多 那邊你要手動一直在那邊貼貼貼 可是如果我假設我希望喔 欸有個需求 我希望喔 可以幫我喔 把這邊的名稱放在A欄 超連結放B欄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我demo一下 其實這個寫出來並不困難 你們可以把剛剛這個 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放旁邊好了 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 我們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程式 把它做出來 結果就長得像這樣 所以喔 有沒有 我先把這個抓過來 然後再把超連結放進來 一個一個的 就可以完成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延伸練習題喔 所以抓這個link看看 OK 如何把這個資料爬回來 其實 跟剛剛那個程式碼 蠻多地方雷同啦 所以抓原始碼都固定的 這四行 所以以後的話 這四行 也許你可以把它拿來當一個範本 填空題嘛 反正就是把這個網址改一下 那他就幫你把原始碼抓回來 最後一定會放在這個Response Test裡面 反正就是他的 然後再塞給HTML的這個物件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他去做我們要查的動作 那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剛剛這一道題喔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說 那他因為他本身的超連結 這邊的話並沒有太多特徵 所以你如果找超連結 你會找一大堆 所以喔 我講過你可以 假設這些超連結是你要的 那你可以先把上面他的副層 就是他爸爸那一層先框起來 也就是縮小範圍 所以如果你要縮小範圍 就原始碼一堆可能有1000行 那你可以扣掉剩下可能50行 有沒有 留下50行 再把這50行這個範圍裡面的超連結 跟他的文字抓出來 然後把他塞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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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裡面 那就完成啦 OK 可是怎麼做喔 第一步的話呢 我知道說他複層 按右鍵檢查一下 然後把他放到下面 因為放右邊好像放不太下 他複層有一個類別 是唯一的 所以我就找這個 這個 class 所以呢一樣喔 我就先找什麼 找這個名稱 所以把那個名稱貼過來 那因為只有一個啦 所以我的小瓜糊0 就表示說就是那一個就對了 喔 所以他會幫你先框 框哪個範圍 框這個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可以收折啦 意思說這個裡面喔 所有的A呢 就是他負 所以不會脫離這個範圍就對了 好 第一步先把 所以等於是說把這邊的原石嘛 把他給抓回來 所以其實喔 欸 抓到的應該就是 等於是這個裡面的東西啦 OK 那如果你要再針對這個範圍裡面去找A的話 OK 那其實底下我們就可以再針對 所以你會發現找到之後喔 前面有個物件名稱叫DIV 好 那可以針對這個指的是這個DIV 所以呢 你這個DIV的裡面你要再找A的話 你可以叫什麼 get the element by tag name 後面的話加找A嘛 那找到的話就是會是 這個link裡面所有的那個 超連結 那其實當然包含它裡面的名稱啦 所以如果你要抓名稱的話 就是它裡面的inner text 如果你要抓它的超連結 就是點HREF 所以我給兩個欄位名稱 所以喔 如果今天想要把這個資料抓回來的話 那當然呢 第一個喔 我就先讓它抓原石嘛 然後先縮小範圍了 接下來把A抓回來 然後先給它兩個欄位名稱 然後並且的話呢 其實一個回圈就可以啦 那把這個A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一個一個抓到A欄跟B欄 所以呢 Inner text指的就是它的上面的名稱 它的超連結是HREF 有沒有 然後就一個一個一個的 幫你把它全部抓回來了 那最後呢 再AutoFeed 就自動調欄寬一下 這樣的話呢 欸這個地方就完成了 所以以後啦 我建議各位有時間的話 其實太多地方可以練習的 只要你有必要把某一個網站上面的某一些資料 爬下來 以前可能你用Ctrl-C、Ctrl-V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不要圖把鏈鋼了 建議啦 欸試試看 真的也沒那麼困難 如果你會做真的回不去了 那每天還要在那邊做什麼 而且喔 這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同時抓 10個、20個 甚至100個、200個網頁 同時抓 甚至比對啦 比如說像外匯資料啦 像國內、國外也可以比對嘛 那不同的數字你可以比 甚至你可以 弄一個演算法 然後比對一下 最後其實你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嘛 到底哪邊買最便宜 或者說 國內、國外到底會差 因為像有時差關係嘛 隔一天到底 如果 美國 漲 假設說 台灣會不會 就是時差的關係 會漲還會跌 而且你可以 這個其實就可以會差了 所以其實也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把一些網頁上面的資料 做一個比對啦 我想 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程式碼 抓取那個延伸練習題 那個官網上面的link 那我有把這個原始碼 放在這個第五個單元裡面 第十頁的地方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另外最後可能時間不多 所以 再請各位來練習一下 如果這個可能比較 看到一般性的網站 因為Yahoo上面有那個 假設啦 我希望抓Yahoo上面的 什麼呢 標題跟超連結 比如說我希望抓這個網頁裡面 像這些 這些台大一優心 這個標題幫我抓下來 然後呢也幫我把它裡面的那個什麼 超連結抓回來 那該怎麼做 其實做法差不多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這個link 先試著做做看 然後做完之後 诶 試試看那個 像 Yahoo的新聞網 甚至什麼et today新聞網 甚至什麼東森啦 TVBS啦 等等的相關 其實每一家都有它的新聞嘛 那你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做一個輿情的分析之類的 試試看好了